民宿举办音乐会 背对镜头跟主持人聊得正开心的女子听声音 可能还认不出是谁 侧脸看她是前副总统吴敦毅的夫人蔡令仪 而吴敦毅在座位上跟旁人聊天 夫妻俩都没有戴口罩 蔡令仪跟主持人聊得很开心 没戴口罩吴敦毅也是 从蔡令仪致辞到拍大合照 诊断过程将近四分钟 现场好几位人士都没戴口罩防疫 这是921中秋夜 吴敦毅夫妇受邀到南投的一间民宿 参加户外音乐会 前副总统跟夫人参加聚会 没戴口罩 IP耍特权 少数几个戴口罩 重要的人都没有戴 我就入影一下看他们在干嘛 它是属于公开场域 然后营业场所 那必须要戴口罩十年制 南投县卫生局说 调查后若属时将对吴敦毅开罚 民宿业者也在官方脸书分享当天晚间的照片 吴敦毅拿麦讲话时 蔡令仪作者有戴口罩 但后来副总统夫妇在舞台区都不见脸上有口罩 前副总统中秋聚会可能气氛太好 一时忘记口罩 没想到被人录下影片po上网 抨击昔日的被位元首 没把防疫规定当一回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